立法議員李松正質詢當局 是否有足夠的土地儲備 完成興建已經公佈的寫屋、經屋 以及身分租屋計劃目標 李松正在書面質詢中指 目前的土地資源短缺 而政府又宣佈公開鏡頭兩塊住宅用地 他擔心政府可以調配的住宅用地 會進一步減少 同時刺激刺激的樓市 令到有需要的人士 更難在一般市場置業 違背解決住屋問題的基本法